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2课了 这就是Lesson 22 Knowledge and Progress 知识和进步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书128页 咱们先来读一读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128页 好 动作快据 Read after me Loom Loom Manifest Manifest Morality Morality Communicate Communicate Compound Compound Enhance Enhance Temple Temple Chuckle Chuckle Torrent Torrent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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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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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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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msical Whimsical Shatter Shatter Toofold Two-Fold 好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段语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明显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Manifest Manifest 这个词表示明显的 就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它相当于clear或者obvious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很明显的 很醒目 但是还有一个在高级考试中常出现的词 也是明显的 但这个词一般表示表达的很清楚明白的 说的写的很明确 我们大声再读下 Explicit Explicit 这个表示表达的清楚明白的 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很清楚 比如说Explicit Instructions 非常明确的一些指令 说的清清楚楚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说的很清楚 还有像 Possible side effects Should be made explicit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必须要说清楚 这是表达的清楚明白的 可以用它来说 那么Explicit 有这个很有派生意 就是露骨的 尤其表示性 暴力 色情 这个方面露骨的 就是这个 本该打马赛克 结果没打仗 这不是表达的太清楚 太明白了吗 有这派生意 很好理解 比如说 Sexually explicit movie 一个在性方面 比较暴露的 露骨的电影 就细节表达的太清楚了 应该打马赛克 没打上 是这么一个 这叫Explicit 它的反义词 就是含蓄的 不直接去表明的 我们大声都讲 Implicit Implicit 含蓄的 不直接表明的 比如说 An explicit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对于政府政策的 一个含蓄的 委婉的批评 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含蓄的委婉的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回到 中心词 Manifest 这个词当形容词 叫做 清楚的明白的 但是它还可以当 动词来用 就是这个 使某个东西 明白的显露出来 使某个事物 显露出来 这是极无动词 但发音 重音不变 依然都成manifest 而不要读manifest 注意还在前面 诗 什么显露出来 我们看例子 Musical talent usually manifests itself in childhood 音乐的才华 通常在童年时期 就可以显露出来 让自己表现出来 听歌识谱 乐感好 一出声 一哭 啊啊啊啊啊 你看 美声唱法 这未来是大音乐家 对不对 是显露出来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看 在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44课里面 还出现了 257页 第五行最后 到第七行 这个 257页 第五行最后 到第七行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比较难 咱们看一看啊 The fact of first rate importance is the predominant role that custom plays in experience and in belief and the very great varieties it may manifest 那么头动状的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Predominant 可以表示占优势地位的 举足轻重的 很重要的 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that custom plays in experience and in belief 就是风俗 在人们的经验和信仰方面 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及什么呢 and very great varieties 并且这非常多的 这个多样性 什么呢 it may manifest 它可能会表现出来的 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各地风俗完全都不一样 这个it 当然指前面的custom 它省略的关系代词 that或者which 这个manifest是极无动词 关系代词被省略的 that或者which 做manifest比语 它表现出来的 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这是第一个重点词 manifest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好 第二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道德 跟老师大声读下来 morality 叫做道德 但注意这个词不可署名词 我们说公共道德 就是咱们说的功德了 public morality 注意不可署名词 我们接着说提高 人民群之的功德意识 enhanced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功德意识叫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公共场所 不要宣华 不要大小便 这是道德 不可署名词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可以表示道德的 或者道义的 我们读一下 moral 就是形容词 可以表示道德的 或道义的 道德上的标准 moral standards 道义上的支持 moral support 道德道义的 但注意它的 拼写很类似的名词 叫道德标准 这个词很短 但它必须我们加S 我们大声读一下 morals 这个表示道德标准 尤其是某个时期 某个国家 某个环境内的 比如说 the morals and customs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维多利亚时期 道德标准 和风俗习惯 这叫morals 好几个短的词 都是用复述的 咱们总结 咱们大概总结一下 比如这个词 可以表示伦理学 也可以表示道德 它特别强调职业道德 也是后面加S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ethics ethics 职业道德 你比如说 medical ethics 医德医风 commercial ethics 商业道德 同搜无期 不能缺金暖凉 商业的 journalistic ethics 就新闻业者的道德 不能够做假新闻 等等等等 这是职业道德 还有一个用复述的 这个必须加S的 叫价值观values 必须加S 叫价值观 比如说 traditional values 传统的价值观 conservative values 保守的价值观 liberal values 就是比较开明的 开放的价值观 这是相关的一些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 不再记住 好 这个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复合的 注意 做形容词是注意在前面 大声读一遍 compound 叫做复合的 你比如说 a compound noun 一个复合名词 a compound adjective 复合形容词 a compound sentence 复合句 就多个部分 组到一块的 复合的 这是当形容词来用 那么它在银行界里 用的特别多 本文中出现了固定答案 叫compound interest 就是复利 就是利息记录本金 驴打滚的利息 就是利滚利 复利 如果利息不记录本金 叫simple interest 这叫单利 复利 它往往越滚越多 是这么一个 而单利是利息 不记录本金的 是这么一个 好 那么它做名词来用 做名词直接可以表示 化合物 或者表示复合词 复合名词 复合形容词都用它 发音 劈写不变 再来变 compound 化学上的化合物 或者复合词都行 但这个词做动词 又是个重点 那么它一般用被动 叫be compounded of 或者from 叫由什么什么组成 它做动词可以表示 组成什么什么东西 但一般我们用被动 叫be compounded of 或from 但注意这个时候 重音后译了 我们把这一地两个字母 去掉 读下动词圆形 compound compound 这重音后译了 搭配叫be compounded of 或from 由什么什么组成构成 比如说 the DNA molecule is compounded of 或from from many smaller molecules molecule就是分子 怎么知道atom是原子 DNA分子 有很多更小的小分子 来组成 叫be compounded of 或者from 这个相关的这个词 形容词 名词和动词变化 希望大家把它牢牢掌握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再看一看 这个冷漠的 不在乎的 无动于衷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这个副词 indifferently indifferently 冷漠的 不在乎的 无动于衷的 它的形式形式用的最多 而且后面一般跟to 对什么什么 无动于衷 对什么什么 冷漠 漠不关心 我们再读一下 indifferent indifferent 好记吗 different是不同 indifferent没有什么不同 你死你活 对我没有改变 当然是很冷漠 无动于衷 对吧 比如说 how can you be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s of the refugees 你怎么能对这些难民们的痛苦 无动于衷呢 看着他们痛苦 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对什么什么 无动于衷的 可以这么说 跟他类似 有好多搭配 可以替换 比如说 be apathetic about 对于什么什么 冷漠的 无动于衷的 我们知道 pathetic 叫做可怜的 前面再带a 是否定了 我不觉得他很可怜 无动于衷的 我们读一下 apathetic apathetic be apathetic about something 可以 还有呢 不表示同情的 也是冷漠的吗 叫 unsympathetic 在第三层 咱们见过 sympathetic 是同情的 一问是不 不同情吗 冷漠 后面还是加to 比较常见 我们大声读一下 unsympathetic unsympathetic 这在三册的24课 贵中 骷髅 那颗书 咱们也见过 只是对什么什么 无动于衷 还有我们常见的口语中 我才不在乎呢 我不在乎 我不介意 我不打得当回事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他死他活 对我没有改变 我不在乎 I don't mind I don't care 都可以说 或者说 it's all the same to me 对我来说都一样 all the same to me 不就是make no difference to me吗 对我来说都一样 好和坏都一样 表示我才不在乎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I don't mind I don't care it's all the same to me it's all the same to me 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才不在乎呢 但反过来 我很在乎呢 我很重要 这事对我很重要 把那个no difference 混成a lot of difference 我夸张一点 a whole world's difference 就好了 对我来说好重要 对不对 我们大声读一遍 it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me it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me 好 我们再把这个搭配带进去 把它读熟了就好了 it makes a whole world the whole world's difference to me it makes a whole world's difference to me 对我来说好重要 有整个世界的不同了 对吧 还可以说 it matters to me it means a lot to me 咱们以前说 mean nothing 表示一点也不重要 mean a lot 表示很重要 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对我来说好沉见店 都可以表示重要 把后面几个大声 也读读一下 it matters to me it means a lot to me 不要发现这意味着很多 表示重要 还有 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这是重要 以及不重要 相关几个词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稀奇古怪的 意想天开的 这个词发音 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好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whimsical whimsical 叫稀奇古怪的 意想天开的 就非常非常奇怪 它来自于一个 它同根的名词 叫做whimsy 就是突然间出现的 一时的 离奇的古怪的念头 我们先读形容词 whimsical 再读一下怪念头 怪想法 whimsy whimsy 比如说one of her bizarre whimsies 它的一个古怪的念头 本来就是怪念头 但bizarre的修士更怪了 bizarre本身就是古怪的 怪异的 怪弹的 跟whimsical 这个词口几乎是同一词 我们再读一下 bizarre 怪弹的怪异的 对吧 可以用它 那么还有一个同根的名词 叫whim 什么叫whim 就心血来潮 一时的突然间的冲动 心血来潮 凭心血来潮做模式 由于一时冲动做模式 do something on a whim 这固定搭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on a whim on a whim 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 这类似我们说的on impulse 咱们三侧讲过 另外一个意识冲动 叫i am p u l s e i am p u l s e impulse 冲动 对吧 we bought a house on a whim 我们一时冲动 把这房子买下来了 买完之后后悔了 由于一时冲动 如果表示 由于某人的意识冲动 叫at a whim of somebody 这时候又把它变成at了 at a whim of at a whim of 固定搭配 at a whim of somebody 由于某人意识的冲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t a whim of at a whim of 是这么来说的 你看有一个 李老师博克里推荐的 美国大片叫 遗愿清单 就老戏骨 这个 morgan freeman 还有我们 也在演示 飞越风影院里的 大 大明星 他所主演的正规片段 我们把这片段来看一看 看看是怎么说的 另外一个名声叫 杰克尼克尔森 杰克尼克尔森 那么这个黑人 莫格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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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森 所扮演的说 I always been afraid to go up in an airplane 我一直害怕坐飞机 Now I'm going to jump out on one I don't want to win a maniac 现在我要是由于一个疯子的一时冲动 要从飞机里跳下去了 这两个人得了癌症了 04 以前他们想做一个 skydiving 就空中从飞机跳机这么一个 反正也快死了呗 刺激一把 他到上面后悔了 我坐飞机都害怕 现在 I'm gonna Gonna 是口语 就 going to 读块里面的 gonna Gonna 就是 going to 坐着可不能这么写 从飞机里跳上去了 I had a whim of a maniac maniac 就疯子 由于疯子的一时冲动 就要从里边跳出去了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 语速很快 但我们还能听到一个 I had a whim of a maniac 这么一个发音还是有的 好 这个单词我们看到这儿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粉碎 粉粉碎 集物不集物都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 Shatter Shatter 读块之后中间这个t 会轻轻啄哄成d的声音 因为前面A 后面A 声带都震动 读块之后就带着 都震起来了 但是呢 Shatter Shatter 粉粉碎 什么意思呢 To break something suddenly into pieces 突然的把某个东西打成粉粉碎 这次集物不集物都行 咱们先看看老歌 他说 当我在你的怀中的时候 When I'm in your arms In one's arms 他某个人都怀中了 Nothing seems to matter 每一个试试看似都不重要了 Matter 刚才讲过重要吗 对我来说很重要 And matters to me 也讲过 My whole world could shatter 我整个世界都会碎掉 我都不在乎 I don't care 刚刚也讲过 用shatter这个词 表示粉碎 这个是不集物动词 足以本身碎掉了 可以 做集物动词也行 对吧 你比如说 When his knees were shattered by a bullet 这集物动词从被动了 他的有一个膝盖 被一个子弹给打得粉粉碎 打碎了 shatter 表示粉碎 或者食粉碎都行 他的重要的派生意 用在这些场合里面 注意比喻 shatter with hopes 粉碎了某人的希望 shatter with illusions 粉碎了某人的错觉 shatter with confidence 打碎了某人的信心 用在这个 有时候也可用 shatter the peace 或shatter the silence 打碎 打破了这个宁静 打破了平静 也可用它 做这个派生意 那么三次的第六课 见过它的同意词 表示粉碎 是同意词 也是口气很大的这个 大声了没 smash smash 砸得粉粉碎 三册第六课题目 叫smash and grab 砸出窗抢劫 砸碎了 再抢走 这个同样 可以当 表示粉碎 刚才shatter 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用 什么逐语碎了 使逼语碎都行 但注意smash 比喻不一样 他表示 比如说先看 他的做动词 smash window smash glass 打碎了一扇窗户 打碎了一个玻璃杯 这是打得粉粉碎 比喻呢 打倒灰人坏事 粉碎坏事情 smash terrorism 粉碎恐怖粉 打碎了一扇窗户里面 一定要发动 只是打碎了一扇窗户里面 多众户里面 以后再次用一个禁止 打碎了一扇窗户里面